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悲催的 从曾经的皇帝后成为日本人的傀儡 最后沦落为阶下囚 新中国成立后 普遗为他被押借回国 在管理所学习 改道 长达十年之久 之后他得到特赦 当然当时的组织是不会放任普遗一个人流浪 无所可疑 于是安排在北京植物园里工作 之后由于他对历史 文艺方面感兴趣 所以就安排他在文史资料研究那边工作 李舒贤是普遗的最后一任妻子 年仅37岁的他 经人民出版社编辑沙僧希 介绍认识了溥仪 他那时还是一名小护士 但溥仪并没有因为他是一名护士而嫌弃他 在这之前 李舒贤有过两次婚姻 溥仪那时很想再婚 于是 两人结成姻缘 两人婚后恩爱武家 彼此合伙 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只是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两人在一起幸福地生活了五年之后 溥仪因患甚爱而逝世 而在溥仪去世多年后 他的最后一任妻子李舒贤 曾和和自己的好朋友吴敏宁 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秘密 他当时说自己和溥仪 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婚姻生活 因为这件事 自己曾经希望冽婚 但是溥仪层下跪求着自己 这才没有再提这件事 不过对其说的这些话 毕竟是良人的生活 我们也无从考量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们先看到这些话